叮叮哈喽 哈喽大家好我是购物欢迎广播频道 今天这支视频呢是一个购物分享视频 就是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从2019年年底的双11双12 以及我放假刚回国的时候 在淘宝上面都买了哪些东西 其实这个视频应该是拍成一个开箱的 我也已经开过一次 像录过一次视频了 可是那支视频因为光线啊 对焦啊就等等原因 我个人来说不是特别的满意 所以我今天想要重新再录过一次 今天所出现的所有的产品 都是我自己自费购买的 是不存在任何的广告和推广的 如果我用了觉得好用 我就给大家说 如果我觉得收到了不太满意 我也会跟大家吐槽 好了那如果你感兴趣 我2019年年底 就是双11双12啊 或者是刚回国在淘宝直播间 都买了什么东西的话 就继续看下去吧 还有就是因为我刚回国 在自己家里录视频 所以光线各方面可能不能调得 非常的近如人意 我也是尽我最大可能 给大家提供一个比较舒适的观感 就希望大家不要建议 从第一件开始 我觉得很多人应该都会想要买手机壳 那这次回来因为我没有带手机壳 然后手机又光秃秃的 大家知道这种手机到了冬天就非常的冰 临时就在网上买了两个手机壳 那一个这个呢是一个羊羔毛 就今年还蛮流行的吧 一个羊羔毛的手机壳 这个戴上去以后手感还不错 然后也挺温暖可爱的 这里还有一个木质的像牛角扣一样的小扣子 就方便你可以把手指这样穿过去 然后接打电话的时候可以拿得更稳一些 本命年嘛 所以我想说买一些红色系的东西哈 然后就在网上搜看到了有这种 它是一个透明的手机壳 但是它会有附赠一些这种 带着红色印字的布条 根据你自己的喜好 把它放到这个手机壳里面 觉得挺可爱 挺有新年的气氛的吧 并且如果你不想要的话 它其实也可以当成一个透明的壳子来使用 上市一个时候呢 我在淘宝上就Grace Baby这个国货品牌 然后又回购了两盒 它们的这个单片卸妆巾 这个有出现在我之前淘宝开箱里面有说过 好像是国货彩妆开箱吧 买一赠一 30多人民币买两盒 一共有60品 我觉得非常的划算 出门旅行的时候 不想要带那种水状油状的卸妆用品 就带这种单片的 一次用一张 然后就可以卸全脸 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葡萄的味道 就有一点点像 那种葡萄饮料或者葡萄软汤 它是比较偏湿的 就是可以挤出水来 卸妆能力也不错 就正常的一些 不是特别特别那种防水型 难卸的睫毛膏 基本的载妆都是可以卸掉 对皮肤也没有什么非常刺激的感觉 所以这个我还蛮喜欢的 然后这次就回购了两盒 算是囤货 再来想给大家介绍的是 两个我逛淘宝的时候 滑滑滑滑滑滑 然后看到的 国产品牌的美妆袋 花像工美妆 然后总共是七支妆 我选的是清零芒果茶 其中还有一颗是这种牛油果滤 能看到吧 这样的 它的总价格是 21块7毛4人民币 比较偏弹一点的 这个孔的密度 我觉得还是比较细腻的 还没有来得及使用 所以我应该后续会使用 还在跟大家分享 它的颜值真的还蛮好看 那另外一家美妆蛋呢 就是我手上的这一些 然后这个的品牌名字 叫做易色 这个是我之前刷微博的时候 看到别人种草的 就是说这个牌子的美妆蛋 非常的软乎乎的那种感觉 同样这个品牌 因为我刚到家也没有多久 所以我也还没有来得及试用 第一个是这个西柚色的 鸡蛋型的美妆蛋 鸡蛋黄色的饭团 能看到吗 它就是做成那种海苔饭团的形状 有青绿色的迷你的饭团 这个颜色很好看 另外还有一个是这个大大的 像一个小桃子一样 这个的弹性 我觉得稍微会更高一些 就是捏起来 要更吃力一点点 另外我还有下单的 就是他们双11的时候的一个服带 叫做事事如意 就是在说到之前 我并不知道它里面会是什么 然后它好像也有 好多个价格的range 然后你可以去选嘛 我选的应该是那个最便宜的吧 我就想说买的来玩一玩 总共是有三颗像这种 cheese形状的海绵蛋 还有一个呢就是 我是觉得有点像芒果干啊 自身糖有一个粉铺 也是这种形状吧 比较适合用来上一些粉膏啊 或者粉霜类的产品 这把刷子是他们在卖的 一个系列的刷子吧 然后它是羊毛的质地 我已经使用过了 但是为了大家的就是观感愉快 我就把它洗干净了 它是一个很柔软的 蛇形的火苗刷 很适合用来上局部的高光 就比如说鼻梁啊 或者是唇峰啊 包括你要想要点在TG的高光 再来呢就是我买了一盒巧克力 我和两个在一起 这几年每年情人节 我会送他一盒巧克力 这个巧克力呢 是一个水蜜桃形状的巧克力 然后也是我当时看直播的时候下单的 我记得应该是在 带王的直播间里面买的 就觉得还蛮可爱的 然后它形容着 好像很好吃的样子 包装还挺可爱的 有负责一个这个手提袋 是这样子的 有一个小卡片 就是你可以写一些什么字啊之类的 有好几个桃子巧克力 然后这个桃子巧克力 它是白巧 里面有抹茶酱 但是啊这个我收到以后 我觉得有一点点小小的失望 我以为它是那种淡淡的粉色 但其实我收到以后 我觉得它的颜色上的还是挺明显的 点半霉红的感觉 然后因为我想送给两哥嘛 所以我也没有吃 就放在冰箱里面 我想的是等到时候 我跟两哥一起尝一尝看 然后如果好吃的话 再跟大家update吧 那今天收到了直播间购买的东西 我们再来介绍一下 就是我这次回国 然后看李佳琪直播的时候 抢的一些东西 就李佳琪直播真的是魔鬼好吗 听他讲就会觉得 本来好像也不是很需要的东西 突然觉得好像不错 而且好像还挺好用的 第一个我在李佳琪直播间买的是这个 玉泽的积雪草安心修护面膜 总共是买了三盒 那一盒呢是有六片妆 等于这样一套是有18片 我已经拆开了第一盒 并且使用了几片 这个面膜跟其他的片状式的贴片面膜 从使用方法来说呢会稍微特别一些 因为它是有用到一个叫做折射窗干燥技术 好像就是类似一种冻干技术吧 里面是有附带一个这种小小的像凉杯一样 单片式的 它里面是没有任何液体的 是干的 你需要把它打开以后 再接上20毫升的矿泉水 把水倒到里面 把面膜指浸湿以后再敷上脸 最主要的是我想说一下这个面膜的使用的感觉 就是它一旦把水加进去以后 它整个面膜它会变得比较像 怎么说呢 就是有一点点黏黏的滑滑的 整个面膜指变得比较滑溜溜的 那这个面膜我自己用下来 因为它好像也算是一个医美面膜吧 皮肤状态很好的时候 或者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时候 你敷它就感觉不会有特别明显的效果 但是如果你一旦开始烂脸啊 或者皮肤不稳定啊 或者比较敏感换剂的时候用它 我觉得效果呢会更明显一些 并且它就是主打的是安心修护嘛 群慧记的如慧胶 好像是说它做如慧胶做的还挺好的 当时它也是直播间有非常好的deal 相当于是三瓶才60多块钱人民币还是多少 同时它是有赠送两片 它们的这一个换肤面膜 但面膜我还没有用过 如慧胶我已经打开来使用过 真空的管妆设计 挤出来以后能看到吗 是一个比较水感的 不是特别的黏腻 涂上脸呢也比较好吸收滑滑的 都说如慧胶对于晒后修复非常好嘛 出去闻太久 然后身上晒伤啊什么的时候 可以涂一涂 再加上澳洲现在就是夏季嘛 它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 它就是一种淡淡的清香的味道 我觉得味道还挺能接受的 一个主本的卸妆液 这也是听李佳琪教所买的 李佳琪把钱还给我 就真的它一讲我就觉得 好像还挺好用的 我还没有打开 我是想要戴会吸你以后再用 当然是还有一个突厥 蔷薇花水的卸妆水 所以它的整个的味道应该是会比较像一个玫瑰味 但是因为我还没有拆 这个碍压头啊是一个那种蹦头 就相当于你拿那个化妆棉 然后放上去摁几下 然后化妆棉就会自动被浸湿嘛 他当时介绍他每次直播的时候 比如说要卸口红什么的 他就会拿一个化妆棉就这样 嗯嗯嗯嗯 然后就来敷一敷就可以擦掉了 我当时看他演示 我觉得卸妆力度还不错 然后这个牌子我也没有尝试过 所以呢我就想说那买回来试一试看吧 如果好用的话 之后视频再跟大家说 还有就是它的包装质感我觉得还不错 给人整体的感觉还蛮好的 最后呢在李佳琦直播间里面是抢了一套 这个就是CMP的黑头清洁面膜 这个是我之前有使用过的 然后当时李佳琦直播我觉得还蛮划算 它相当于是买一盒送一套 盒妆的呢总共是有十份 然后它送的好像也是送了个十份吧 但是呢是这种单片妆的 这个黑头清洁面膜呢 我之前是有使用过的 在澳洲的这种日带店里面卖 好像一盒就要三十多澳币吧 算下来会比在悉尼的日带店买便宜很多 就这个我用下来我觉得是有效果的 但是可能如果你皮肤特别特别敏感 特别特别不耐受的话 就是使用之前可能还是要多做一下功课 好了那李佳琦说完了 我们再说一下下一个抢我钱的人 就是宇哥 如果看我视频的人应该都知道 我觉得她的小迷妹 她每次出什么东西我都非常想要买 宇哥还关注了我的INTH 就是有回forwardINTH 虽然她没有回forward微博 我还是很开心了 就是好像有那么一点点追星成功的感觉 我在宇哥他们店铺嘛 就Rainology下单的是分了双11和双12买的东西 其实买的还挺多的耶 我觉得我现在看了一下 几乎是她上的新品 我都已经买回来 然后试了试 先从宇哥出的刷子开始说好了 我觉得很多人可能已经比我提前收到 并且用了很久了 就是丁丁他们新出的这个江陶的便携刷 是有六把 然后它是有附赠一个刷具套 这个套我觉得非常的贴心耶 双面开的设计 一边是从这边开 一边是从背后开 因为有的时候像这种刷毛 你把它放进去 如果只有单面可以开的话 你每次要拿出来的时候 可能要把它揪出来 就很容易伤害到这个刷毛 这个套刷是我已经用过了 并且我就把它洗干净了 因为我就觉得 没有人想要看到刷子这边 是那种脏脏的来做购物分享 然后就把它洗干净了 那这个套刷总共是有六支 其中有两支是面部刷 有一个斜角的角度 所以你可以用来刷一下修容 因为它的刷毛挺蓬 然后量很大 它的刷修容相对来说 是有一点点过大了 但是我觉得宇哥 应该是想要考虑到 它的多的适用性 所以才把这个刷毛的毛量 做得这么蓬松 因为也可以用来上散粉 这个上散粉非常快 就刷刷刷就已经上好了 那另外一个面部刷呢 是这样一个 你看到吗 放着 有一点点火苗形的 蛇形的一个面部刷 眼下的定妆 然后上了一下腮红 包括高光啊 打亮都是可以的 说最小的 这一支精细的眼线刷 它是黄狼尾毛以外 其他的这五支呢 都是提纯细光风羊毛 所以它们非常的柔软 比较扁扁的 可以用来做眼部的打底 或者是用来画鼻影的刷子 我非常的喜欢 就它的毛的弹性非常好 整个鼻影就画得很自然 但是也不会歪歪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很喜欢这一把刷子 刷柄的长度呢 也是比较适合外出携带 不会说到太短拿不住 就在一定程度上去节省了 你的化妆包的空间 就不会说 你要带很长的刷子 所以它的味道会有一点点偏大 尤其是你用温水洗完以后 就是浴室里面会有一股羊的味道 就有点像吃涮肉的感觉 这个羊毛小胖 它同样也是有附赠 一个同色系的保护套 跟他们之前出的 彩毛小胖的底座是一样的 只是颜色不太一样 但是它的刷毛用的是纯羊毛 非常非常的蓬松柔软 这把刷子我也已经使用过了 然后现在也是我洗干净了 上散粉侧边的修容 我觉得都是OK的 但是如果你想要用它来画鼻影 是不行 因为它的毛量真的还比较多 味道也比较偏大一点 刷饼也是这种雾面的 它们的赤桃色 我觉得很好看 Kabuki系列的 姜桃斜脚底妆刷 就是这把刷子 它做的是那种Kabuki的形状 能看到吗 它是一个平面的 刷饼呢 是这种姜桃的颜色 然后也是有多切面的 我记得有一点比较吸引我的 它的这一个刷毛 是用的一个叫做玉米纳金丝 反正是一个可降解的 然后对环境相对来说 比较友好的一个材料 这个毛的颜色 是不一样的 就不是一个纯色的颜色 我觉得很好看 整个的形状也特别特别的可爱 比较适合去推一些 比如说粉底液啊 或者粉底膏之类的 我还没有使用 刷毛也非常的柔软 然后我也挺期待 它的上妆效果的 并且呢 它是有一个这个包装盒 我觉得还是设计挺有巧思的 怕它落灰或者什么的话 是可以把它放在里面 然后再把它扣上 不用一收到就把它丢掉了 我觉得这样也挺好的 就可以防止它落灰啊 或者弄脏什么的 最后这一件上妆用品 是这个 它们新出的芝士粉扑 这个粉扑是雨集的新品了 能看到吗 有四块 就整体的这个颜色啊 真的很像那个鱼豆腐 那种颜色 然后它每一刻都是 这种T型的形状 但这个粉扑 比较有特别的点 就是它这两面 比较大的面 是那种皮面 就跟毛哥皮的那个三角粉扑 之前我有介绍过的比较像 但是我觉得这个摸起来 会更加的软一些 没有到皮面那么皮实 比较偏海绵感更重一些 然后其他的这几个切面 就是正常的那种海绵的切面 就是非常感兴趣 然后雨哥上新了 所以我就想说 这一次买回来试一试看 嗯 之后如果好用的话 会跟大家分享 或者下次录 get ready with me的时候 可以用到它们 还有就是雨哥出的 这两个碎物袋 这个呢 应该是当时满赠送的 它是一个有雷射光感的 一个碎物袋 这个呢 是我自己买的 是一个毛茸茸的碎物袋 我觉得非常可爱 然后摸起来也很柔软 就冬天你可以拿它用来收纳一些 比如说包包里的零件 饮药水啊 皮绳啊 然后小口红啊 包括发卡啊 发绳啊 或者之类的东西 就还挺方便的吧 就非常的温暖可爱 雨姬它们的这一个化妆棉 已经打开过 使用过一两次了的 这个化妆棉 跟那个叫油泥加神水化妆棉 我觉得它比较像 有一定厚度的 摸起来也很柔软 多口设计 所以是可以比较方便 卫生隔离一些灰尘空气之类的 还有就是有买雨姬 出了这一个绵柔筋 我是买了三包 我已经用完一包了 就真的已经用空一包了 它是一个有纹路的绵柔筋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出来 就是它中间是有一些 针织感的纹路的 然后它会有一个味道 我看有评论说 是那种曲奇饼干的味道 但是我讲不出来 就是有一点那种 可能你们可以理解成 曲奇饼干的那种味道吧 对 就是有点点焦焦的那种感觉的味道 但不会说很难闻 但是它是有一个小小的味道在的 我觉得这种 带一定纹路的绵柔筋 用来卸一些面膜会比较方便 一些那种泥状面膜 因为它有一点纹路 是可以带的更快的嘛 最后就是赠品环节了 是这两次在雨集买东西 然后他们赠送的这个赠品 是他们精致纤细眉笔 然后这两个的色号 都是04号灰褐色 04号呢是这样的颜色 我已经有试过一次 我是比较喜欢笔头 不要那么硬的眉笔 这个笔心是比较偏硬一些些的 画出那种很利落 很根根分明的眉毛 但是呢我觉得它会有一点点的偏硬 就是我可能不太习惯 用较硬的眉笔来画吧 还是需要磨合一下 因为我只用了一两次 所以我觉得相对来说 它笔心是比较偏硬一些些的 再来呢我们说几件 欧莱雅的产品 装上的时候在欧莱雅的 天猫旗舰店里面买的东西 欧莱雅青春密码 酵素仙环 坚注面膜 就是好复杂的名字 安平精华的面膜吧 那个精华好像还蛮火的 因为我手头上还有精华没有用完 所以我想说试一下它们的这一个同系列的面膜 双12的时候我买是买15片 送12片 所以总共是有27片 这个我已经开始使用了 应该已经用掉了有个10片了吧 我觉得 后面每片是这样的面膜 就是跟它们那个玻尿酸系列的面膜是一样的 就是需要你把精华液从这边 然后挤到这边的面膜纸 就它是精华液和面膜纸分开的 比那个玻尿酸系列相对来说 会有一点点的抗老的效果 缓解肌肤的干燥 粗糙以及细纹 让皮肤呢会更加的润泽柔滑 然后我跟我妈妈用下来 我觉得我们俩都挺喜欢的 就是有一定的保湿力 然后敷完以后脸也比较软软的 在保湿的基础上呢 有一点点平滑肤质 然后有一点点的微抗老的效果 再来呢在欧莱亚买的是 它们的这个大粉罐 花脆净柔卸妆膏 就是这种粉色的卸妆膏 我总共是买了两盒 开以后呢它是这样的一个膏状质地 就是跟那种普通的卸妆膏差不多 但这个我还没有开始使用 闻起来是香香的 有一点点那种玫瑰花的味道 我也是看很多人推荐说 卸得很温和很干净 最近想要做一期卸妆类的干货食品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觉得比较好用和不太好用的卸妆产品 就是做一集这样的干货食品 所以这个我也挺感兴趣的 看双纱做活动的时候入手了 这个跟我身上衣服还挺配的 粉粉的 金管系列的防晒 同样是买了两个正装 然后它有送四支这种便卸妆 迷你防晒 已经开始使用了 它是有SPF50加PA++++ 出来以后呢是比较偏乳液感的 你看到吧 是比较偏乳液感觉的 然后非常的好推匀 就蛮轻薄的吧 不是特别特别的黏腻的那种感觉 相对来说还蛮好吸收的 但是它有一个味道 大家有没有闻过大宝SOD蜜 我觉得一模一样 就是那个味道 所以总的来说呢 这个质地我还挺喜欢的 并且我现在也在使用 再来呢我们来说一下 我在淘宝上面买的一些袜子 这家店是我之前没有购买过 都是这种比较偏彩色系的袜子 豆沙脏粉色的藏藏的袜子 它这个是可以当成那种 堆堆袜来穿的 有个姜黄色 以及一个奶白色 彩色格子系的袜子 橡皮粉色的袜子 你看我都挑长袜穿 因为真的冬天不穿长袜 会冷死的 一个这种森林绿色 这个绿色我觉得还好 因为它的饱和度比较高 就 薄荷绿的颜色 奶绿色 就它其实是有一点点片绿的 乳白色 豆沙色感觉的红色 还有一个是这种豆沙色 接下来是个特别可爱的东西 猫脚的拖鞋 我一双染哥一双 染哥这个是灰色的 然后我这个是白色的 这个拖鞋啊 大家能看到吗 它是猫爪的形状 就有一根缝线 两根缝线 三根缝线 好可爱哦 我收到以后 我就觉得我呆了 它整个摸起来的质感很好 也就还蛮软蛮舒服的 特别适合冬天来穿 收到它以后 我觉得各方面 也没有什么不好 或者很明显的瑕疵 就是整体的做工还是不错的 然后也没有非常大的味道 反正我买这两双 我收到真的没有什么很大的味道 所以这个我觉得很可爱 就推荐给大家 可以自己get一双 然后男朋友get一双 是不是很猛 我再来呢 在跟大家分享几个双11的时候 在全面时代买的东西 首先呢是棉柔筋 是没有压制什么纹路的棉柔筋 然后也比较的柔软 吸水性也不错 我一般也是洗完脸以后再擦一擦 比如说池子啊或者什么的 还有包括镜子 都是可以用它来擦一擦 就比较方便 全面时代的这个化妆棉 包装是这样的 它一盒呢是有360片 它是比较偏薄一点的 然后一片是这种薄薄的 可以用来敷水模 面积也比较刚好 就你不需要自己再去裁剪了 最后呢是在全面时代买了 它们这个奈斯公主的银马筋 其实是我之前有在使用 然后再回购的 它就是那种比较偏薄 摸起来稍微柔软一些的 这是我在网上种草的 洗疗妇的痘印舒缓凝胶 这个凝胶就是有一个改善痘印 淡化黑色素的那种效果吧 今天是可以使用两到三次 护完肤以后 你稍微再涂一点 然后就睡觉就可以了 这个我还没有开始使用 它是送了一个赠品 就是小一点的 有烟纤胺的成分 所以它是可以有一定的美白淡化痘印的效果 我理解是这样 这个我用完以后 如果有效果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再来呢我们来说一下国货彩妆 就是我双12的时候 买了一些国货彩妆 其实没有买很多 因为我当时是看他们有国栋吧 我就买了 先说一下菊朵好了 首先呢是五颗这种单色眼影 我选的颜色都是非常跳跃的 怎么讲 就是很有特色的颜色 这个颜色好像挺火的 他们的这个单色腮红 也是他们这种亚克力质感的单色腮红 一个是01号 一个是35号 两支他们的这一个液体眼影 一个是比较偏细腻珠光感的眼影 还有一个是比较偏大的闪片的颗粒感的眼影 还有一个是他们的这一个七色玩具组合盘 我选的色号是07 追求的就是一盘在手 然后你可以把整个面部的彩妆给搞定 我觉得这个颜色是不太挑肤色 不太挑场合的 就哪怕是日常上班上学都是可以使用的 那是一个回购吧 也算是个囤货 因为我真的太喜欢了 就是橘朵的这一个随心组合光影修容 色号是01 也是出现在了我的2019年的年度彩妆爱用里面 打开油它是这样一个小小的 亚克力质地的包装 中性但是有一点点粒子色调的感觉 我觉得不太挑肤色 非常适合亚洲人来使用 我自己手上已经在使用的是这一块嘛 就是完全用凹了 非常非常的喜欢 它的价格也非常非常友好 非常非常的白菜 粉质也不错 就没有什么毛病 囤囤囤 所以我又买了一个就是在完美日记家买的东西 下单他们家的两件东西 就是他们出的这个小酒馆唇釉 色号呢一个是05 一个是12 做到以后我没有到那么喜欢 因为它不是那种清透感觉的唇釉质地 它是一个比较偏稠一些些的唇釉的质地 然后显色度挺高的 这个是12号 这个是5号 但是他们的包装质地做的还是挺好 还有呢就是我在带王家买了一些彩妆品 是比较偏欧美的彩妆品 首先是两个巨型的眼影盘 第一个呢是这个Pan My Grass 这个是我非常非常期待的 他们新出的这个Rose Divine sorry 是Divine Rose 期待蛮久的 其实讲的这个有点怕怕打脸啊 因为之前我有做过他们的另外一个 我记得是第五代还是第几代 反正是那个最火的红棕色 就是那盘眼影的哑光色做的实在不咋地 非常的干色 然后唯一好看的就是四个亮片色 可以花将近千元人民币去买那样一盘是色眼影 结果只有四个颜色 会让人觉得嗯哇很不错 就有一点点太怎么说差强人意了吧 它出了这个玫瑰盘 而且带王家的价格非常好 好像是八百多人民币吧 就相当于它打折了嘛 所以我想说那我收了吧 来试一试看 因为它的整个的色系也非常是我的菜 今天眼睛用的就是这一盘眼影盘画的 我使用下来觉得还不错 真的很好看 它就是一个那种粉棕色玫瑰色系的眼影盘 这个包装质感真的很重 就是日常是可以使用的 不会说像它其他的眼影盘 你可以看到有一些很夸张的金色蓝色绿色 就可能不太适合日常 但这一盘总体来说我使用下来 我觉得还是日常可以使用的到的 我觉得这一盘真的非常非常的美 然后粉质也有很大的进步 另外一盘眼影盘呢就是 Anastasia的这一个文艺复兴 首先先说一下它的包装质感啊 就非常的少女可爱 丝绒的揉面 另外呢也是一个比较偏眉色系啊 橘色系啊 但是我配上一把刷子 珠光色和仰光色搭配的我觉得也挺好的 就是有稍微使用一下 但使用次数还不是特别多 BECCA的这一个妆前套盒 它是有一个正妆以及两个travel size组 正妆产品呢是里面的这一个绿色的妆前精华 然后低管型的设计 非常的好推开 香味很特别 它是一个那种哈密瓜的味道 哈密瓜奶茶 或者是那种哈密瓜糖果的味道 还有一个妆前的喷雾 一个primer 这个primer好像是有一点点龟感的 就是可以填补毛孔的 两支BECCA的口红 一个呢是他们的精管系列 这个也是我之前夸过好多次的 大家听一下 就我很喜欢这个 的声音 这个颜色是RUGE 就是一个比较偏一点点橘调的红色 这个红色也是我今天嘴巴上 就是叠涂在正中央的一个颜色 总体还是比较偏橘调多一点点 还有呢就是当时我看它打折打得非常凶 然后买了一个BECCA的这个系列 这个是一个小方管 它是一个就是看起来很深的颜色 可是它涂出来是很润的 就有点像Chanel那个Coco Flash 那个系列 看起来颜色很深 可是涂出来是很薄润的 巧克力的颜色 非常非常的日系 我觉得很好看 然后偏巧克力 然后比较偏棕 很日杂风的一个颜色 好啦那美妆护肤和家居爱用 我就已经差不多介绍完了 最后还有几件 就是双11双12在淘宝上面买的衣服 然后想给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第一件呢是我身上这一个 不知道会不会有小朋友问啊 就是一个毛茸茸的粉色的卫衣 里面是TWOI 是我之前有介绍过的一个店铺 然后我也挺喜欢的 眼领的套头卫衣 然后相对来说是比较宽松的款式 里面再塞一两件衣服 我觉得是完全可以的 就是它比较宽松 就是一个这种长毛的 看起来就是非常温暖 就像一只粉色的小熊的感觉 然后大概是这么长 忽略我的睡裤 这衣服我非常喜欢 我觉得如果是比我瘦一点的 妹子穿 应该会更好看 就显得自己更单薄 我穿还是真的 有一点点小熊的感觉 接下来第二件呢是一个棉服 同样呢也是在这家店买的 它是一个这种纯白色的棉服 面包服 然后这一件会比较偏宽松 一些比较偏大一些 这两件搭在一起穿 我觉得是ok的 或者是里面搭一个深色的毛衣 过年的时候穿很好看 然后也很柔软 穿上以后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效果 还在这家店买了一个这种 婴儿蓝的毛衣 就是视频里 大家现在看到这个颜色 我觉得还挺准的 是那种很奶很奶的婴儿蓝 我觉得好好看 只有一定的厚度 里面再单穿一个薄薄的打底 然后外面再套个外套 六七八度啊 十度左右的天气 这样穿一定是没问题的 然后它也是有一个小小的高领的设计 就这个毛衣我还挺喜欢的 还有一件卫衣呢 也是在这家店买的 但它是一个套头卫衣 一个连帽的设计 就是它是乳白色 这里有一只他们的刺绣小胸 袖口这里也有一个小胸 这一件衣服整体的版型 是比较偏短一些的 能看到吗 穿上以后的大概就是在胯的位置 就不会说过屁股 或者是遮住屁股的感觉 所以整体的版型会比较偏小一点 编织围巾 这个是一个乳白色 然后这个围巾非常的大 有没有就是穿上以后 整个冬天 都属于我 还有最后一家服饰想给大家分享 就是我的爱牌 Bloomer 装12的时候 在他们店里买了一些东西 都是一些上衣啦 深织的豆绿色的背心 然后它是一个比较偏短款的背心 可以搭一些碎花长裙啊 就是可以春秋的时候穿嘛 或者搭一些衬衫啊 毛衣啊 打底衫都非常好看 再来呢是一件打底衫 是这样一个豆绿色的条纹打底衫 我就把它搭在毛衣里面 当成内搭来穿 就还蛮好看的 然后这个的料子 会比较偏薄 墨绿色森林绿色的 针织毛衣背心 这个跟刚刚那个笔啊 会更加的长一些 就是一个比较通勤的版型 但是也会比较偏宽松一些些 里面搭一个浅色的衬衫 就很 就是想精致的那种感觉 乖乖女孩的感觉 然后这个我也挺喜欢的 并且这一件 特别特别的柔软 灯芯绒质感的衬衣 它是一个比较偏棕的南瓜橘色 灯芯绒这个材质 好像这两年还挺流行的吧 所以呢 当时看到了这个颜色 我觉得还挺特别的 然后我就想说买回来搭一搭 好了那以上呢 就今天这一个购物分享的全部内容 谢谢你看到这里 希望这支视频 可以给你一些参考和帮助 视频发出来的时候 快递应该已经是停运的状态 可以在过年期间 给大家种种草 或者拔拔草 同样呢也预祝大家新年快乐 希望你们会喜欢这支视频 如果喜欢这支视频的话 不要忘记给这支视频点个赞 并且订阅我的频道 B站的小伙伴 记得给我一键三连 然后我们就下一支视频再见吧 拜拜 我今天还给Simon做了几个表情包 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雷雷给我发的她的照片 还买了这个 也是一个 也是一个